女人胸大的八字特征,自古以来很多男人很喜欢观察女人的胸部,慢慢的就知道什么样的女人胸部是什么命力,性格特征如何当然也一了解了,这是结合了数千年大众的精髓。 那么女人体相胸部如何算命呢? 大家不妨关注我频道带给你好运八字精辟解读八字密码,分析命局喜记。 解,是您一生命运,事业财博,情感婚恋以及未来发展,从乳房大小看女人命运财富贵贱与妄负婚姻每一个女性都追求胸部更大,但是你知道女性胸部的大小影响着你的命运吗? 乳房的大小可以看出一个女人的财富与命运,最重要的是也影响着你的婚姻,有人说胸大了妄负。 一,从胸型来看一,丰满,胸肥大者心比较宽,个性比较爽朗,缺少主见,不太斤斤计较,人际关系比较宽松,生育能力强,子女圆旺,生活一般都比较富足悠闲,感情上比较开放些,桃花泛滥,总有人追有人爱,但一受伤害,婚恋对象比较肥胖。 二,瘦小,胸瘦小者心比较窄,个性有些抑郁,供于心计,也爱计较小事,人际关系比较紧张,生育能力弱些,子女圆薄,生活一般比较紧巴操劳,感情上比较保守,意性圆弱,虽有人追,但往往比较波折,婚恋对象比较瘦弱。 二,因缘预测,解读您的个人八字因缘详情,获取婚姻美满的密码,为您的幸福指明方向三,挺拔,胸挺而直者,心比较硬,原则个性较强。 事业心很重,做事风风火火,人际关系比较洒脱,生育能力一般,子女圆较旺,生活讲究质量,赚钱比较辛苦,但一般能成大忌,感情上比较拘谨,虽一性圆很旺,但友情多余爱情,一般成婚较晚,婚后也比较强势,婚恋对象比较精感。 四,柔平,胸柔而平者,心比较小,生性比较胆小,有一定主见,爱即较小事,人际关系比较冷淡,生育能力不强,子女圆平淡,生活比较温饱平稳,感情比较随和,异性圆尚好,也有人喜欢,但不易付出真情。 婚恋对象比较平常,八字合婚为男女双方测定八字姻缘,并给予相处建议,婚前合婚把握良缘,婚后合婚恩爱如初五,上窍,胸情上窍者,上进心很强,性格也很阳刚,志向比较远大,也比较有思想,对环境有一定的掌控力,生育能力一般,子女圆旺,但不愿多要孩子,生活富足而阳光,多奋斗成功,感情上比较主动, 异性圆很旺,但只喜欢异中的人,婚后也比较欺管,婚恋对象比较帅气,六,下垂,胸下垂者,缺乏上进心,性格也比较懒慢,一般少言寡语,想多干少,一般受人控制多,生育能力不高,子女圆不旺,生活比较懒惰或抑郁寡欢,依赖性较强,感情上很被动,异性圆不旺,有人追变给,受伤害较多,婚后也比较听话, 婚恋对象也比较庸碌,红线因缘合准,双方夫妻公位,提示二人婚前婚后感情变化及危机,给予幸福建议,助力美满婚姻二,从乳头来看一,宽窄,以两乳头为戒,兼具过宽者,心态特好,非常包容,性格豪放,不爱计较,很适应各种环境,生育能力很强,子女圆很旺,生活比较随心所欲,感情上积极主动, 异性圆很旺,波折较少,婚后也比较和谐,婚恋对象距离较远,年龄稍大,事业有成财富丰厚,兼具适中者,心态上好,比较包容,性格开朗,也比较适应环境,生育能力较强,子女圆较旺,生活比较富足,感情上相对谨慎, 异性圆上好,会接受喜欢的异性的追求,有感情波折,婚后也有争吵,婚恋对象不远不近,一般为同城或同乡,年龄差距不大,事业财富上好,测事业运解读八字密码,分析命局喜记,皆是您一生命运,事业财博,情感婚恋以及未来发展兼具过宽者心态不好,比较纠结,性格拘谨,不太适应环境,生育能力较弱,子女圆不忘,生活比较差, 抛劳,感情上比较保守,异性圆很差,感情挫折较多,婚后也不稳定,婚恋对象距离较近,一般为同学同事朋友等,年龄差距很小,事业财富一般,二,软硬凹凸乳头,较长较硬,而且突起者,心态较急,原则性强,性格也比较强势,生育能力强,感情上积极主动,异性圆很旺,不,折较多,婚后难以融洽,婚恋对象距离较远, 年龄差距较大,财富事业有一定基础,乳头较短较软,而且凹陷者,心态温存,性格随和,生育能力稍弱,感情上欠缺主动,异性圆较旺,波折较少,婚后比较融洽,婚恋对象距离不远,年龄差距水大,财富事业一般,紫薇财运紫薇,针对您的紫薇命盘做最详尽的财运分析,深入了解自己的性格优劣 以及财运走向,三,颜色大小乳韵与乳头颜色,颜色粉右前者或乳韵圈小者,一般为恋爱之前比较纯情,恋爱后会变身,则比较成熟,但有人变色的差距不大,这种人一般比较纯真梦幻,即使结婚多年了,也依然相谢爱情,充满激情,生活浪漫,感情也比较稳定, 也能得到配偶的疼爱,但生育能力较弱,乳韵与乳头颜色,暗用深者或乳韵圈大者,或婚恋后变得很深很大者,则心态早熟老练,对爱情不够执着,生活讲究实际,往往忽略了浪漫,感情不够稳定,或挫折较多,但生育能力很强,侧爱情运天象签约老师诸五九从自己最擅长的姓名学领域,为你揭开爱情的灭纱,三,从凶制来, 正中,如果良辱正中,也就是心口窝,不畏,长有黑智的,表示此人心机很重,城府很深,善完全术,功于心计,目标远大,魄力很强,属女强人形,一般事业有成,财富丰厚,但感情波折,或成婚很晚,婚后也不和睦,失败率高,二,辱上,辱上为财源,辱孝为财库,以辱头为戒,如果上半不长有黑智的, 表示此人头脑灵活,善于经商,财源旺盛,至越大才越旺,一生富足有余,而且子女聪明才智,三,辱下,如果下半不长有黑智的,表示此人聪明能干,善于理财,财存有库,属小财主行,至越大才越旺,也是一生富裕,而且子女闲能通达,才审灵千抽签前要专心一致, 心里默念所求之事,如近期我能赚到钱呢,新一年的财运发展如何,四,辱内,辱头为戒,靠心口窝,为内,靠叶窝为外,辱内侧有黑智者,头脑精明,善于当家理财,以正财收入为主,家庭生活富足有余,井井有条,比较稳定,五,辱外,辱外侧有黑智者,精明强干, 善于经商发财,多以偏财收入为主,家庭生活开支较大,财富与生活都不够稳定,以上胸相看法,综合古今论断,并结合当前实际,对判断性格感情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不能死板教条,也要结合命相,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更加准确无误,胸相与命相,原理是一致的,而且是相通的,命主内,相主外,反应的信息应该是相同的, 而且二者也是相互影响的,命由天生,相由新鲜,命很难改,但相随时变,而相变的原因是心变,心变则相变,顾相是可以改变的,你心态变了,相也随之而变,顾调整心态,再辅制美容措施,相信你会有一个更好的容貌与胸相,从而也会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你的人生状况,外貌分析天象文化人工智能团队研发, 利用传统面相知识和现代科技,实现人工智能看面相,胸大的女人婚姻好不好,妄不妄夫,女性胸部是自然所赐的魅力所在,然而,胸大的女人更具妄夫命吗? 的确曾有民俗学家表示,胸伟大的女性过了三十岁,进入中年期后,将能很好的辅助老公,下面我们从命里来分析何种胸性女人更妄夫,胸大是女性的骄傲,如果拥有丰满的胸部会让你更加美丽的同时拥有妄夫育, 根据数据调查研究显示,胸大的女性在事业和婚姻上更加顺利,反之则受到影响,曾有民俗学家表示,胸伟大的女性过了三十岁,进入中年期后,将能很好的辅助老公, 夫平妻贵,帮助到老公和孩子,算是走好运,结婚的工作人士就会家庭和事业都顺利,结婚即日结合新人八字,挑选与夫妻双方五行契合。 促望婚运,和些美满的上等大喜日子,那么首先来说一下妻平夫贵的胸部外形,越接近正圆形越好,如果像两个倒盖的饭碗一样圆满,代表嫁的是经济条件好的丈夫,婚后衣食无忧, 就算不是嫁给富二代,也是嫁给金饭碗或钱利谷,呈椭圆形则略为欠缺,不过如果是一对左右平衡的半圆,则主夫妻关系好, 即使不是天生、少奶奶的命,也由于夫妻同心,还是会有好日子的,由此可见,良辱大小均匀度,其实在婚姻关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良辱就算不够丰满,但只要大小一致够坚够挺就,代表夫妻感情好,全家上下一心, 可以平淡而幸福的度过一生,同理,良辱大小不一致,难免就有夫妻同床异梦之忧, 女人体相胸不算命,胸较小,形似荷包蛋,这类女人夫运很好, 会找一个与自己很般配的老公,婚后生活顺利,记得老公宠爱, 又得子女孝顺,与父母相处的也很好,生活过的平安幸福,女人体相胸不算命, 胸成圆形,左右对称,微微下垂,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相。 这类女人生来福气深厚,不但能嫁一个一表人才的好丈夫, 而且夫妻恩爱,孩子乖巧,与公婆相处融洽,再加上经济条件也不错, 生活一世无忧,女人体相胸不算命,胸不平坦, 这类女人与丈夫感情欠佳,很有可能会离婚, 唯一安慰的是跟家人,子女感情很好,一生六亲无靠, 凡事必须亲力亲为,但只要自己用心努力,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八字合婚为男女双方测定八字姻缘,并给予相处建议, 婚前合婚把握良缘,婚后合婚恩爱如出女人体相胸不算命,胸不坚挺向上。 大小事中有这类体相的女人会嫁一个平凡的男人, 自身没有多少钱,但是对老婆非常体贴照顾, 其人与父母,子女缘分较浅,需要积极主动改善关系, 女人体相胸不算命,胸不大小事中,左右向外分开, 有这种体相的女人夫运不好,很难找到好的老公, 与家人的缘分也不是很深,假如结婚还容易有第三者介入, 一生婚姻生活难幸福,女人体相胸不算命, 胸不丰满,胸不生得非常丰满, 拥有魔鬼身材的女人,感情生活不太顺利。 假如能嫁一个比自己大十岁以上,或者离过婚, 或者是外国男人都会生活得不错, 不然便只能嫁一个能力不强的男人, 自己跟家人,子女,丈夫的感情都不好, 生活无幸福美满可言。